這是我們第一個受害者 我們拿了木棒可以打他 把他打到快沒血的時候丟你的帕魯球 這樣我們就抓到我們第一隻帕魯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幻獸帕魯 那我們就來開始玩這個遊戲喔 之前我都是錄影錄攻略影片 現在我打算錄遊玩的影片 我其實很少真的在玩這個遊戲 我想要打算花多一點時間來玩這個遊戲 我看我的觀眾 他在放寒假的時候 就自己在玩幻獸帕魯 然後玩到很高的等級 他抓了很多很大很厲害的帕魯 我也想像他一樣 那如果大家在玩的話 大家沒有玩過這款遊戲的話 也歡迎參考我的遊戲紀錄 一開始你要跟他講話 你可以拿到一些木材 除了跟他講話拿到木材以外 這路上都有很多木材可以拿 然後路上還會有一些 石頭啊 大概可以拿一下石頭 很重要 石頭跟木材 在初期很重要 拿了還可以升級 然後我來拿一些莓果 餓的話可以吃莓果 然後我們就從這邊下去 小心不要摔到 摔到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就對了 你會看到有一些小雞啊 什麼的 這就是帕魯 一開始不要打他們 你會受傷 一開始就是撿東西就好了 一開始我們看到這個花冠龍 他也是很厲害 十六等 不要打他 你現在打他 你會很慘 我就選工作台 然後來做一下 第一件事情 拿東西 拿些資源 拿些木頭 拿些石頭 第二件事情做工作台 那我就按選擇配方 我來 我們把這些都做了 木棍啊 做一下 然後可以再繼續做 火炬 火炬有時候你在晚上很冷的時候 你可以把火炬拿出來 你就不會冷 因為有火 所以我覺得 剛開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火炬很重要 然後我們來做 十字鎬 十字鎬可以 砍 可以挖一些石頭 還有挖一些礦石 然後我們再來做 石頭 斧頭 好了 都做好以後 我們打算來做房子 這時候你可以按起 這個暫停鍵 然後選擇菜單 這樣 然後來看一下 求生指南 因為 左上方有一個教學 叫我們來看操作指南 看完以後 左上方 右上方的教學 叫我們打開科技頁面 解鎖帕魯球 然後製造帕魯球 這樣 那我們就來打開頁面 然後選擇帕魯球 這樣解鎖怎麼建帕魯球 然後我們打算等一下來建造帕魯球 不過在那個之前 我們現在做個帕魯終端 這樣 放這個帕魯終端以後 我們就可以 畫 畫 可以設定我們 句點的範圍 接下來我們還可能要做木箱 我來學做木箱 來學做建築 木造建築 先學到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房子 在這邊我們的句點這邊做房子 這塊地就是我的句點 我已經開了好幾個帳號 我都在這邊做句點 這樣我們就開始建造 句點 這邊有木造地基 我們先做一下地基 這樣做好地基以後 我來做一些牆壁 我喜歡通風一點 可以看到外面的房子 我木頭不夠了 我來去砍一些木頭 這樣我來換一下我的 斧頭喔 要用斧頭砍樹 正確的工具砍樹 你的木材才能砍比較多一點 所以砍木頭的時候 你要用斧頭 所以木造屋頂 好了 我的屋頂也建好了 剩下我想要建門 這樣我就做好一個房子 一開始我會做一個工作台 然後接下來會做一個房子 下一步我想要做床 如果做床的話 你就可以在晚上的時候睡覺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來去做床 做床之前我想要做個帕魯球 在這邊 在我們的工作台這邊 那我選擇帕魯球 我可以做一個帕魯球 來囉 好了 我有了帕魯球以後 然後我來去抓一個綿羊 我來去抓一個綿羊 這樣有球才能抓 帕魯 這是我們第一個受害者 我們拿了木棒可以打他 把他打到快沒血的時候 丟你的帕魯球 這樣我們就抓到我們第一隻帕魯 那我為什麼會選擇綿羊 因為綿羊它有羊毛 如果你有羊毛 的話你就可以來做床 這樣在那個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的床選起來 選這個 劣質床鋪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床了 這樣我們在這個裡面做一個床 這樣我想要把它改一個方位 這樣我床在這邊 建造一下 這樣子我們第一天就 不會怕沒有地方睡覺 好 這樣我建完了 嗯 然後我來做一個帕魯終端 嗯 我選帕魯這邊 帕魯終端需要 一些石頭 我現在石頭不夠 我去砍一些石頭 有沒有這個地方很好 有石頭也有木頭 什麼時候不夠的話 就在這邊採木頭採石頭 現在我有木頭也有石頭 我來做個帕魯終端 你做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 他說你跟其他物體 角色重疊無法建築 你就是要把這個 帕魯終端旋轉一個角度 因為它預設是會跟你自己重疊 這樣 轉個角度放在這邊 放在營地的中間 好這樣 這個帕魯終端的整個範圍 就是我們的據點 這樣等於建造好我們的據點 這時候如果你到旁邊看的話 你會看到有那種藍色的線 那個藍色的線就標定我們據點的範圍 像這邊藍色的線裡面就是我們的據點 藍色的線外面 就不是我們的據點 想會幫你畫一個藍色的線 畫一個範圍 除了這個以外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終端這邊 你可以把你抓的 小動物放進來 放到你的據點裡面 而且還可以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升級你的據點 所以現在我要升級據點的話 我要做一個木箱 我們來做個木箱 要先學怎麼做木箱 我已經學過了 然後我就在這邊做一個木箱 我打算在裡面做個木箱 木箱需要更多石頭 我再去砍一些石頭 好了我想我已經夠石頭了 我們來做個木箱 就放在這 如果你已經把帕魯放到據點以後 你的帕魯會來幫你做 做這些 做這些工程 好像我們做好了木箱 然後也把帕魯放到據點 我們就可以升級我們的據點 接下來要做初階工作台 我已經做了 然後就算建造烈子床鋪位已經建了 所以我馬上升到第三等 然後需要建造飼料箱跟 稻草帕魯床鋪 所以我去看一下 我可不可以學做這些東西 我可以學做飼料箱 然後帕魯床鋪 然後我們來做這兩個東西 飼料箱需要很多的木材 帕魯床鋪需要木材跟纖維 所以我們現在要砍很多的木頭 沒有關係 這邊前面就有木頭可以砍 砍了很多木材以後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飼料箱 我把飼料箱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還要做我們的帕魯床鋪 帕魯床鋪我想要放在我的房子的後面 這樣我多做一些 現在材料不夠 我只能做三個帕魯床鋪 然後你就其實不用真的做 你的帕魯會來幫你做 像這樣我們做好床鋪 我們也做好飼料箱 我們就可以升級我們的 我們的據點 它叫做升級帕魯終端 接下來我們要建造營火 建造梅果園 將工作帕魯部署到據點裡面 建造營火的話 我現在可以做營火嗎 可以我可以做營火 然後還要做什麼 梅果園 我現在沒辦法做梅果園 我level還沒有到 那我打算先做營火 坐在這個帕魯終端的旁邊 我就隨便亂住 做營火需要 木材 我已經有夠木材做營火 我就在這邊做營火 然後我打算去睡覺一下 因為現在天色已經完了 我們請來了 又是新的一天 那今天我打算第一件事情 來做很多很多的帕魯球 第二件事情我打算去抓很多很多的小帕魯 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快的升級我們的level 這樣 那如果要做帕魯球的話 這樣如果要做帕魯球的話 需要有木材 需要有帕魯碎片 還有石頭 我們就來採集這些道具 先是帕魯碎片 然後石頭 然後再砍很多的木頭 然後我們看我們到底能做多少個帕魯球 可以做十個 很快做好帕魯球以後 我們就把帕魯球收起來 我現在空腹來吃點東西 那我們去抓一些帕魯過來 提升我們自己的level 這樣初期抓帕魯的時候 就看到這些很弱的都把他抓起來 搗蛋貓 來吧 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PPG來吧 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他很兇 不要打他 這個葉妮妮把他打起來 他可以幫你撥走 然後一路走下去 你看到有一個 藍色的生物 他可以幫你澆水 叫氣丸丸 我們還是打他 把他抓起來 如果像你噴水的話 就滾動一下 不要被他噴到 把他打到血量比較少的時候 再把他抓起來 成功了 這邊還有 比較厲害的帕魯球 高級帕魯球 拿一下 然後我還會刷這個狐狸 他們會噴火 我覺得很厲害 來吧來吧 然後把傳送點打開來 然後我就繼續往前去探險 去多抓一些 帕魯 我蠻喜歡抓氣丸丸的 好 入手 還有這個 小帕魯 把他抓起來 level 3而已 哇 繼續我來到大概像這樣的地方 這邊都有一些蛋可以把它拿起來 可以孵蛋 然後我一路來到這個地方 這邊也有傳送點可以開 我來開一下傳送點 這樣隨時我都可以把我自己傳回我們的據點 我們打了一些帕魯喔 我們應該可以升級耶 這樣這邊我來強化我的屬性 來增加一些負重上限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做 莓果園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level 6了 我們還可以做牧場 我們還可以做力量之巷 可以做帕魯裝備工作室 然後也可以做火龍壺專用背帶 我打算做一些毛 來做一些弓箭 來做一些老舊的弓 來做修理工作台 還要做衣服 來做滑翔傘 呀 突然有人 過來要攻擊我們了 我把我的帕魯丟出來 這麼快就有人要攻擊我們了 在哪裡來囉這邊 好嗎 我可以做到這邊 去吧 先來我們去做小兹 打工 好嗎 我不想做的 要做到 快一點 發洞 這波的攻擊我收到一些 我收到一些龐克西 龐克西是工作狂 也把他拿來工作一下 還有我可以播種的葉妮妮 跟我澆水的氣丸丸 搗蛋貓來工作一下好了 然後我在我的飼料箱旁邊 做一個莓果園 大家都來幫我做 超可愛的啊 做好莓果園以後 我們的帕魯就會來幫我們播種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升級我們的據點了 接下來要建造帕魯裝備工作 還要建造力量之象 力量之象的話 我把它建在這邊 大家要來幫我建造帕魯之象 然後還要建造 帕魯裝備工作台 缺一些布 我來做一些布 原來我還不會做布 我來做一下 我來學一下怎麼做布 我會做布 我來做些布 然後這邊我們就來做 帕魯裝備工作台 然後我們來升級一下 下面要製造粉碎機 彩石廠 還有伐木廠 那我就打算 這集先玩到這個地方 我們開場 我們建了我們的房子 我們建了很多的工作台 然後我們抓一些帕魯 我們下集再繼續玩下去 我們下集見 掰掰 甘露